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月 金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 可见无论在什么时候 人类都被更久留存的岁月长河所遮到 在这不断流动的时光眼里 我们不过是滋海艺术 历史不会记住那么多的细节 它只会记得胜利者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书写历史 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足迹 换连起来就变成了历史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个勇气去回顾历史 接下来就有小编带着大家来通 读一下历史故事 唐太东曾说过 读史可以明智 所以让我们一起从这些在历史长河 终要要生辉的小故事品位出属于自己的体会 领悟自己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上下无不关心国路 而杜月笙除了高兴之外 还有另外的打算 第二天杜月笙就和代理商议接收上海的事宜 不久之后在代理的统一安排之下 上海很快被国民党接收 杜月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他宣布马上回到上海 此时距离杜月笙离开上海已经好几年了 杜月笙一行人 乘船先来到了杭州 受到了大汉奸丁墨村的热烈欢迎 但考虑到丁墨村的身份 加之归心四解 杜月笙挽拒了丁墨村招待 直接乘坐护航铁都 直奔上海而去 杜月笙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回到上海 一方面的确实因为离开故土多年 十分想念 另外一方面 则是想着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市市长的职位 平行而乐 杜月笙抗为战胜利 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 凭借自己的在上海的威望 杜月笙对这次接收后 上海市市长的职位很有把握 想到这里 火车上的杜月笙不免露出了衣 似笑容 就在杜月笙沉浸在市长的幻想之中时 突然收到了戴笙送来的一封密信 只见送信人神情严肃 杜月笙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妙 当杜月笙把心打开一看 顿时脸色苍白 说了四个字过河拆桥 原来信中 戴笙告诉杜月笙 蒋介石已经任命贤大军为上海市市长 吴绍树为副市长 这就意味什么杜月笙什么都没得到 他为蒋介石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结果到头来是一场空 杜月笙越想越生气 气归气 杜月笙也没办法 前大军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深 代理都敬为他三分 杜月笙自然没话说 而吴绍树可是杜月笙的门声 这几年靠着结交权贵 飞黄腾搭了起来 杜月笙一时间心里还是很不平衡 但他转念又想了想 也罢 吴绍树毕竟是自己的门声 应该也不会冷落了自己 可是令杜月笙没想到的是 吴绍树不仅没有热烈欢迎杜月笙的归来 反而处处为难杜月笙 这下可热恶恼了杜月笙 就连代理也看不下去了 最终杜月笙联合代理 一起整垮的吴绍树 足见杜月笙的厉害之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